咱今天节目又开始了 我发现这个疫情停满之后 这是这种 我最早就关心每天的这个数目字 咱们这个有新生 或者或者怎么治愈率 后来后来就发现什么呢 毕竟做体育这行 我才发现各个这个联赛 全球体育赛事停满之后 别的行业好像也说复工复产 但都没有像体育这么积极 我发现 我有此有一感觉什么呀 原来体育是玩生 对尤其这个 其实你看现在看 这什么国外又用假人去 在现场坐在这个当冒充观众 韩国的 用什么指人就挺瘆人的 但都能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对这个钱 这个冲击特别大 就是可能比赛停摆了 这个经济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对你说到这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原来我们 尤其在我这个年代的人 对于体育看来什么的 他永远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提升民族 这个士气 或者大家一个所谓的 没有跟钱 就跟生意 跟商业没关系 后来大家慢慢的开始 比如说像NBA 最早进来NBA 包括什么什么的 它是这种商业模式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与我自己来讲 总觉得这个事跟钱关系不大 其实从乒乓球来说 我觉得可能你看 非常典型的例子 美国可以算是 现在发达国家了 体育也是大国 乒乓球都不行 而且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没有联赛制度 你看像什么德国 包括像日本 听联赛 侯老师也知道 中国的平潮 大家不用说了 就所有的这种乒乓球强国 都是有联赛 像侯老师呢 他更有发言权了 提联赛 我知道的 还是这个平潮联赛 荷兰的联赛 那时候 荷兰没有 奥地利 波兰 波兰 对 波兰 我现在要这么说来的话 我只是夸大一点 说是不是您是全世界 类似参加这种 跨国联赛最多的运动员了 这个应该 我 您细数 我应该算是 我感觉应该算是 中国球员里边 应该参加这个 各国家联赛最多的 因为他有很多欧洲的 没有 他有很多欧洲的球员 他是欧洲各国家打 比如说打法国 打德国 打两三个国家 对 他比如今天打法国 明天打德国 然后又打俄罗斯 又打 原来还有什么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他就光欧洲的国家 他就可以 打好几个国家 因为他离得都很近 他就跟他省事了 对 就跟我这个 我今天我打这河北联赛 明天打天津联赛 上海联赛 他很方便 他在欧洲 他哪也不出去 开车就够了 对 而且他家就在那 给我印象最深是打平时 因为我们之前是这种公开赛总出 是吗 对 然后可能像有一些欧洲这种华裔的运动员 像是女线的这些 他可能打到正赛的第一天 或者没到正赛就已经出局了 但是很着急走 我这个可能 我法国的联赛明天就开始了 我今天正好活动 我用这个公开赛 我活动活动身体 我到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就很多这种情况 可能他的注意力和重心 包括刘迦 之前美军队的刘迦 现在奥迪丽 他说公开赛 就打一打就行了 就是终于战中国队的 也赢不了 主要是联赛 我这也得打好 而且联赛可能相对的这种经济收入 会更稳定一些 相当于他一工作了 一职业了 这就是职业嘛 职业运动员 你看这个职业运动员 说白了 他就是以联赛为主 咱们说NBA 对吧 每直来 对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美国的国家队 你说想打奥运会 那些大腕都不见得打 为什么 万一我要受伤了呢 我打不了联赛 这个他的损失 就是更大 对啊 咱们一顺 您刚才说的职业这问题 包括说到这个 尽不尽力 其实咱中国足球这块 对啊 讨论最多了 魏国出征的时候 这个稀里 那个稀里 那块 但乒乓就是这块 咱们极少设计 极少讨论 对 因为与我自己来讲 遇到过一个事是什么呢 曾经我在写一篇报道的时候 然后后来有人 还不是咱们圈的人 就是一起讨论的时候 就说 说乒乓球运动员 不能叫职业 对 叫专业 对 他叫专业 对 后来呢 我还就特意叫这个字 我说什么叫职业 什么叫专业 后来 我看了很多词条的几日之后 我个人这么理解的 就是什么叫专业呢 比如说您大学四年 您读了一什么专业 就说您这么长时间 你专门去研究了一个事 或者从事了一个什么事 这叫专业 对 但是以此为谋生手段 叫职业了 对 所以说国外的很多运动员 他都是职业运动员 他都是职业运动员 他靠这活着 他当然是职业运动员 这个你看我去了这么多国家打 那您现在身份呢 我肯定 我现在就是应该说是职业运动员 非常纯粹的职业 是最纯的职业 因为什么 我现在连保险都得自己上 我没有工作单位 我的保险都得自己上 国内叫您这叫自由职业人 对 自由职业人 但是呢 你说自由职业人 那我的职业就是什么 乒乓球 打乒乓球 用乒乓球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然后呢 跟你的收入要成正比 说白了 你不打球 你不体验你的价值 那么我就是特别突然之间意识到 就是现在您就打也没收入 没有保障 什么保障都没有 就自我保障 没有 有比赛打就有收入 对 没有比赛打就没有 但是这个比赛的前提是什么 你得有一定的水平 人家才会邀请你去打 不是说你去上赶子 去让我来打这个比赛 那你肯定 人家不会给你钱的 人家肯定不会请你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想到有一点 那可能像胡老师这种情况 这种所谓的这种 职业的运动员 是不是你要具备一定的水平 当然了 那假如说可能有很多人 他在上升期 他可能将来可能要 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时候 他要去参加这种 有竞争力的比赛的时候 那他去怎么跟这种老板谈的呢 老板都不会要的 你作为老板你会要吗 就跟面试约翁70一样 假如那像 那就举个例子 那像美国的这个运动员 就我也不就是 就举个例子 假如说美国像是比较弱的 这种国家的运动员 那他必须要参加这种 职业的联赛 他才能提高水平 这是肯定的 那但是他水平可能又不太行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毛 那前期的时候 你只能你去花钱 就运动员自己去 我去花钱 明白 我给你钱 自费来比赛了 对 我觉得这也好比喻 就相当于你得先上大学 你上大学自个儿花学 花钱交学费 对 拿着一个学历 对 你才能去跟老板谈 对 其实道理是一样 当然了 这个就跟 这个就跟这个 咱们说网球 这个四大满关赛 明白 对啊网球 他这个也是吗 你说这个排名低的 这种的 你就要自己花钱去打比赛 那你说像费德勒 那什么这些 人家大满关赛事 还得给他们钱 求他们来参加 这个大满关赛事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家 大满关拿了十几个 他来了才会有看点 那是人家组委会 还得花钱请你来 但是咱们说啊 刚才说 比如说德国 说有这个联赛 对 国一讲是不一 德国咱们穿上一场强队 对吧 刚刚就说到 就是您刚才 就是掰手指数的时候 说到俄罗斯 对 这就有意思了 咱们现在 你说白俄 咱能想到是谁 你说俄罗斯 咱可真就想不到 对 但是俄罗斯 他 但是呢 俄罗斯他有一个 你哪年去的俄罗斯 我是10年 11年 10到11 11到12 12到13 连续三年 那时候他已经办多久 这个 刚开始也就 两三年的时间 他也不分甲蚁这种 他没有 而且俄罗斯的联赛吧 不是主客厂 赛会制 跟咱们的甲蚁联赛 有点像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他俄罗斯呢 他这个国家政策 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比如说你彭老师 你有一个很大的企业 你是私企啊 你个人企业 你有一个很大企业 如果说 你把你的一部分钱 投入到体育当中 你不管是任何的项目 乒乓球也好 篮球也好 任何的一个项目 比较体育类的 你的企业 我给你减免税 你正常 比如你企业 咱很打个比喻 你企业 比如一年 你的盈利 你要往国家 比如交30%的税 你肯定是大企业嘛 特别大的企业 交30%的税 如果你投身于 你把你的钱 盈利的钱 或者你今年的计划 要投给体育项目 不管是任何的一个项目 我要投 我要能俱乐部 我要怎么样 我要进场馆 我还是怎么样的 投钱 那可能国家收你的税 10% 有点像慈善 对 其实 慈善是有一部分 就可以抵述 而且俄罗斯 它也是一个体育强国 明白 其实 它给你这些条件 其实也是想让 这些私人的企业 或者说这种的 它去提升俄罗斯 甚至保持俄罗斯 这种强劲的水平 体育的这种能力 所以说 它有这种优惠的政策 所以我当时效率 你也介绍了 他们的一个联赛 一年比如打多少时间 多少支队 你像俄罗斯 它就是赛会制 像这个 它国内的联赛 一年打五次 人家就五个赛会 一次一星期 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然后呢 这个五次呢 前四次呢 是它俄罗斯 是八个队 一开始就八个队 然后呢 八个队 就这一次 就八个队在这巡环 打四次巡环 他也是比较赢一场 击三分 就是按十分的嘛 然后最后 棒 最后一次呢 就是什么 这八个队里边的 击分的前四名 有女队吗 没有 八个军事部 俄罗斯有女队 就是男的八个 女的聚个队 我不知道 因为女的弄的 没那么好 对 少 然后俄罗斯呢 像这种 就是 然后击分前四名的队 最后 一对四 二对三 来一个交叉 交叉完了之后 再来一个决赛 就是第五次 这就只有这四支队 你知道吗 这么打一下 他等于他这个联赛就结束 等于才五次 还是这样 但是他还有一个 这个 那是本土球员多吗 俄罗斯也是要求 必须要有俄罗斯人上场 这个他说白了 也是 保护这个 对 也是想让自己的队员 这个提高嘛 你可以买外援 但是呢 你还是要这个 让自己的队员 他一般就是 打一次就一周 对 他就一周 对 他就是 你想八个队 八个队总共七场球嘛 你刚才说一天一场球 他就 他一个星期也结束了 但是有的时候 他都是一天两场球 那时候打得快的时候 基本四天就结束了 那您那时候也是提前一天到 对 我那个时候呢 还好 我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呢 他们呢 他们这俱乐部就希望我能 比如提前个三天到四天过去 能跟他们共同训练一下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提前个三四天 正好呢 也到那边适应一下 毕竟俄罗斯冷 这种适应一下环境啊 包括每次比赛 没什么季节啊 什么时间比 他都是冬天开始啊 他都是 你看别人 是不是为了这个冬天俄罗斯人也没什么出值的 对啊 丰富人的这个生活 东北西 你看俄罗斯他就是这种赛制 那你像我09年去法国代表勒乱乱那个队 就巴黎很大的一个俱乐部 后来没有了 法国的联赛呢 又不一样 法国联赛特别怪 晚上八点钟才开始 晚上八点钟才开始 而且他联赛什么 他六场球 他有一三比三平 他有一个打平 但是你要想赢 必须那个队到四 比如说你四比一或四比零 他结束了 四比二也结束 三比三打平 两个队比如各积一分 他是这样 他也不绝处这一场的这个生活 对 三比三没有说最后 只是再派一个 没有 三比三就打平就打平了 而且没有双打 全是单打 明白 所以那时候我去法国 法国他这晚上八点钟比赛 法国的比赛 特别怪 有时候经常一打完了 晚十二点了 那有观众吗 观众呢 忽多忽少 反正是 但他一转播为主 好像欧洲转播少吧 其实但是呢 就是说人家欧洲 我感觉像这个欧洲啊 他还真是卖票 所以说不贵 可能十个欧元 对 因为这个 这说到这个 我想来一个 我是听这个 欧洲的一些 华裔教练 我们之前有经常会聊 就说说这个 因为他就说 中国体育这个 版权是 国内啊 是唯一能看的 因为很多竞动员 他都 在国外的 他说 你们中国体育怎么能看 我说看不了 你在国外 你这个因为版权保护的问题 他说 那你这个其实 应该 路子走得很对啊 因为在他们 因为现在这些教练 都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 他说 你像在什么德国 或者在哪儿 就只有这个什么劳拉 和这几个 就可能一两个 这个网站是播这个乒乓球比赛的 你只要想看 你要么就是 办这个 像我们这个 可能集点说 会员什么的这种 就是你还有这个频道 你有这个频道 你能看 要么就是你可能去酒吧 你去点杯喝的 你能看这个酒吧里的 这个直播的这种 要么你就是 你就去现场看 你如果这三点 你都 但是门票并不贵 对 他门票并不贵 你记得在瑞典那次比赛 但是你可能他要是 好像挺便宜的 但是他就存在一个可能 你能不能去现场看 对吧 你不可能说你这个比赛 你只要开了 我就去现场看 那就可能不太现实 所以说大家可能要看 我就可能一个月 是个把八点 跟那个法国人 这个习惯有关 对 我感觉 到八点之后 他就开始进入到 他这个休闲时间了 对 但是他美国家都不一样 你看像法国吧 他一般是这样 你看像奥地利 有的时候呢 他这比赛 我在那 下午两点 或者三点钟比赛 他这个没有说一个完全的 卡死 对 卡死的一个时间 你知道 所以说他这个 比较随意 对 就挺别扭的 其实我之前 我在打球的时候 就因为很多人 已经有一些什么 可能队友 或者是这些前辈出国了 但是他的这种水平 不像侯老师这种水平 他可能是稍微打 级别低一点的 对 但他们跟我说 其实像侯老师 这个水平 出国打联赛 反而压力会更大 因为那个水平的 这个竞争力 不像我们想的 可能国外联赛 就随便打一打就完了 其实也都很强 对 但再往下沉 可能水平就低了 可能像法国这种 乙籍的 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的 乙籍联赛 他其实水平都很 因为这个 他没有门槛 可能 我是一个厨子 我是一个裁判 我喜欢打平方球 我都可以抱 所以说 这个就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像德国 比如四级联赛 五级联赛 德国有超级 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五级 包括法国也都是这样 那有的人 就是下班过去打 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讲 意味着 没有所谓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对 我就是一个等级比赛 对 而且可能人家打这个比赛 人家一分钱都没有 他只不过是 我就说的 我在聚乐部 对吧 他可能四级 四五级这种的 甚至可能就 给你个油钱 老板来可能 就是我聚乐部抱你 比如彭老师 你我聚乐部 你比如下班开车过来 我给你个油钱 过来打场比赛 你的乒乓圈也好 那水平就像小周说 很低 但是呢 人家你有 还真是联赛 有这么一个群体 三级联赛 或者叫四级联赛 那他是代表个人 还是代表聚乐部 代表聚乐部嘛 但是就像这聚乐部呢 你必须得在人家那注册嘛 就是说这老板 你比如我申请一个聚乐部 对吧 我得去注册啊 或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你来组队 你的人什么的 人呢 你也得在这注册 你不能说不注册 随便叫一个就来打嘛 所以那个时候 像我有那朋友 就在法国 然后他好像是打乙级的 他说来来来 打这个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而且打乙级的 就是他们当时说 说这个 打这个甲级的 好像侯老师这种的 可能就是风险会大点 那你要是说难听点 你打得不好 人家真不给你钱 或者人家钱卡得很紧 或者你明年就没有队 对对对 但是你要打乙级 其实 对 人家就是快乐 就快乐乒乓 人家就是快乐 人家跟你这个 可能国内来的 有一点水平的打 他也高兴 或者说他也觉得 是锻炼着了 所以说你去打乙级 就是躺转 然后还没什么压力 明白 那有钱吗 有钱 其实就是 但是钱就 那就很少 很少 那个就 你就不能以那个来养家了 明白 那就是纯迹感受快乐 对对对 你有很多的吗 比如说你 但是他 有没有可能 就我通过这个 一路 他也是能晋级的 我告诉你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说这个 他比如说是参加的 咱比如德国的三级联赛 我这个别 我请的人也不错 打到别 前四名是要升到二级的 二级的后四名下来的 人家有的别 打的在三级 我不上去 我就留在三级 我就愿意在这 我在这 我不上去 为什么呢 人家感觉我打这个挺快乐的 我在打到上边 我还得买更厉害的人 我还得花钱更多 这人家有很多都是这样 我不上去 所以说呢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 因为我昨天刚好在这个头条 看篇文章 他写的是个足球俱乐部 说这个足球俱乐部呢 就相当于这个能力 就相当于村镇级的村 但是呢 人是一个正了八点的俱乐部 然后呢 公开众筹 就他这个俱乐部的股东 都是有所谓球迷构成的 然后你能想到这 就所以说 这个时候 后来 我现在看文章运 看下边的评论 就看这评论就说什么 说人家那才叫真爱 对 他不存在说 我一定通过这个 我要获得什么 我要怎么怎么样 对 我就因为喜爱 我要参与进来 就像说 他其中的一个 接待他的股东 其实他的正职身份 是好像是一个 电台的一个主持人 人家不从这拿工资 但他也是股东之一 然后实际来讲 比赛的时候 他扮演的是 这是一个志愿者的 一个角色 接待这个 接待那个 他很有荣誉感 就是三累 一个家庭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您说的 就是 可能就是 听着 在咱一听说 哇塞 这就是专业比赛了 其实不是 对吧 他就是一个赛事体系 谁都能参加 不像咱们中国似的 是吧 业余就是业余的 专业就是专业 其实国内也会有一些 像之前像这个 可能业余高手 打长交 这个黄建江老师 他们也打过 这种专业联赛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 极个别的现象 大部分都是可能 省市队 或者俱乐部 这些从 各个年龄段的小孩打 就并不像这个国外的 可能就是 很纯粹的一个 我就是 我可能我跟平时 这个人 跟平方说 八干打不着 但是我还是去从联赛 获得快乐 参加联赛 但是咱们也是有组织的 对 有组织的 因为咱们的 平方球 更多的让你感觉 是一个个体的 对吧 它没有 总而缺乏 其实包括咱们的 平朝俱乐部 我觉得这么多年 我们如果从 这个竞技的 这个角度来讲 是足够精彩的 那肯定 但是从这个组织架构 这块就是有问题了 就是我这么多 你看咱们 我从事这个 专业媒体报道 我都没有说 除了像鲁能 像北京队 就包括北京队 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是卖这个卖那个的 它就没有一个 具象的这么一个 曾经我们也探讨过 说这个不容易 形成粉丝效应 那还是迷这个人 对吧 对这个俱乐部 没感情 对吧 就是说如果 你是一个具象的 它就是要 会有历史 就像鲁能 你甭管怎么着 对吧 鲁能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对吧 这么多年下来 它就形成了一个品牌 形成了一个什么 那我们现在的 很多俱乐部呢 就是今天这牌子 明天大牌 因为其实 国外 因为我之前在美国 待过一段时间 就感觉 无论是这个 可能爱打平方球 以华人为主 或者说欧洲那边的 你就一下暴露了 他们 就是很久 16年那会 他其实是 你去干嘛 很依附 那会儿去 去历练 其实我觉得 国外这个 无论是华人 或者说 这个喜欢平方球 他很依附于 这个球馆 他可能假如说 这一个城市 有三个球馆 他们是敬畏分明的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俱乐部的 我平时训练什么 他可能偶尔 三个俱乐部 可能全一起打个比赛 但平时训练 或者他们聚餐 活动 都是在这个俱乐部里 就是他就是 这个俱乐部的人 像这一群朋友一样 那像刚彭老师说的 这个 其实我觉得 国内这种俱乐部 没有形成这种 俱乐部这种 吸引人的效应 就是这个原因 我记得当时 是丁宁采访的时候 就说像我这种 可能像丁宁这种 始终代表北京手钢 参加平抄的运动员 就很少 他从打平抄到现在 就好像没运动 一直在手钢 对对对 这样情况很少 就是像他这种 水平这么高的运动员 就这种情况 我觉得从他那个 就是那个层面来说 很难在哪 因为他 其实他大多数的身份 大家比如对丁宁 对马龙 对许信 对他认同 他是国家队队员 对 他不属于某个俱乐部 对吧 比如说 说到我们足球的时候 说到篮球的时候 就说到哪个俱乐部 包括咱一转播 咱曾经转播CBA的时候 你乳播 每个人 我最支持哪个队 对吧 那你看乒乓牛 这块就没有 但是我就想请教您 比如说像他们 这个俱乐部 一说完 我就掉钱眼里 那他靠什么盈利呢 哪个俱乐部 你说就是 低级别的 低级别的 低级别的这种呢 人家基本上 就不靠这个盈利 就像我说 他也花不了多少钱 比如打低级别的 比如你彭老师 咱就说 比如请你 你打三级或四级 就给你个油钱 一年花不了几百欧元 那几百欧元 对于这种 他们自己赢还也要 就交一定费用吧 假如说参赛的这些 参赛 那你就是俱乐部 给这个组委 就说他一年下来 几千欧元就可以搞定 但是你要说 比如对一个老板 那几千欧元 叫事吗 但是他像 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人 他代表这个俱乐部 去打这个联赛 那他可能平时的这种消费 在乒乓手上的消费 他也是在这个 俱乐部里发声的 就阳王帅阳身上 对啊 那肯定 或者说你这种 包括咱就说 就像我说 这个老板 他是出于一个什么 比如他从三级 我就想往二级打 往一级打 那你就得花钱 明白了 那比如我就是快乐乒乓 明白了 我就找一些不要钱的人 或者说就很少的 就像我说 给个油钱 给个饭钱 这我想起来 我记不太清了 但类似于我记得 就是比如说 看着那个球衣赞助 对啊 不是咱乒乒乓球项目 一个是什么项目 因为它是低级别的 这种球队嘛 什么什么炸鸡店 烂鸡店 对啊 还是周围就给他赞助了 可能相当于 比如拿单人民币核算来讲 比如说几千块钱 我就能 因为个单来讲 这就是贵了去了 对啊 大厂 对对 对于人家来讲 可能比如说 我开个小店 我也能赞助一个什么 你看我在 我开七台店的 我就可能 对啊 我在奥地利就特别的 我在奥地利打这个联赛 就是 我们那个挡板嘛 挡板上不等于 你主厂 就你的这个广告位嘛 啪啪啪几个广告位 给的谁 就给的是 我住的那个酒店 酒店的老板呢 跟我们这个俱乐部老板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不出钱 他提供的什么 我在那的住宿 明白 因为呢 他就只有我一个外员 那外员来到这 你肯定要有住宿的问题 对吧 那就住在他的酒店 然后呢 还可以在他酒店里吃 等于他只提供我的这个住宿 食宿 对 食宿 然后呢 他也不用给钱 但是广告位 我就怕给你几个广告位 所以又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也是一个赞助 但是其实对于老板来讲 不省了我这份吃度的钱 而且我觉得 所以能这样 最关键来讲 它是彻底的商业化 对啊 一旦商业化的时候 就是一买卖 都好谈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说的 人家这个叫职业联赛 其实它就是商业 包括这个做得非常的好 人那个才叫真正的职业 包括这个合同签的都很清楚 比如像去欧洲啊 我呢 跟他们签的是 你必须包 包我所有的东西的 有的呢 你看你应该 小周应该也是 有的就像咱说的 咱中国的以前出去的 加入别的国家了 或者什么这种 代表人家打联赛 甚至是这种 人家管住不管吃 有很多都是这样 比如我可以俱乐部 可以给你提供住房 吃我不管 你自己去吃 懂这意思吧 就说的 要不然就是 我连吃住都不管 我的钱 我给你稍微多一点 你自己去住去 你可以找朋友住也好 或怎么着都不管 明白 所以说 就是说的 人这个是真正的一个 就说的这种 就是说的 怎么说呢 这个职业的 但是咱中国有咱中国的特色 对不对 咱中国的这个特色 那就不能 各方面都有保障 所以咱们这个 当然包括说的 专业跟职业的 这个区别就在这 就像你说的 这个专业的东西 它是 它是 背后是有保障的 那你职业是说 你只有靠你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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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